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朋友们我是娜塔莎 红豆泥的朋友们又问了红豆泥什么样的问题呢 你有理财的能力吗 许许多多的人都很想要发财 不是理财 那可能有些人呢 对于理财呢 有一些奇怪的观念 哦我理财我就可以发财 那这两者之间呢 在今天要透过红豆泥为大家抽的幸福卡 来聊一聊理财跟发财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 或者我来跟你们调整一下理财的正确观念 理财顾名思义叫做 管理你的钱财 你要怎么管理你的钱财 第一步绝对是管理你的收支 那常常有句话叫做收支平衡 我有一个概念 你在管理你的钱财的时候呢 最重要的是既要过得舒服 你遇到你想要花钱的时候 你想要买东西的时候 你想要用钱的时候 你都是很舒服的 有一个基本的基础原则 叫做安全 这个钱花出去了 不会带来所谓的什么负债啊卡债 那这都是不恰当的理财方式 芷茵你选哪一个 哈哈哈 你选哪一张 我选2 2这张牌 哈哈哈哈 哈哈 2哈哈哈哈 好准哦 叫做旋转门 其实我每次呢 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都会先在纸上 写下重点 我写了什么重点呢 你随时都有钱 所以你根本从来 没有机会啊 去理财耶 你好像不太需要管理 或是不太需要 想说什么收支要平衡 你随时都有钱 那现在呢 可能自己上班了 工作了 就有薪水汇到户头 或是妈妈搞不好也把零用钱 汇到你的户头 诶 那个钱进了卡里了 你会用吗 不知道怎么使用才是正确 哦 不知道怎么使用才是正确的 好 但至少你随时都有钱 你不会有那种用完的感觉 你也不知道收支要怎么控制 你可能啦 觉得钱也不够多到 你可以怎么样用 那怎么样可以多到那个情况 比较是你现在的烦恼 好 那就让你的银行账户的钱 变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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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好啦 你不知道怎么用 那就去买定存啦 至少那个利息会多一点 好 选二的同学哦 恭喜你 你是一个随时都有钱可以用的 但是更多的丰盛 可能要等到你有概念的时候 你再去创造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 选三的同学 选三的同学呢 叫做奇迹这张牌 你们是天生 就想利用理财 来创造自己的财富的人 很多人啊 对奇迹这个概念啊 是很错误的 奇迹就是很轻松就 就有钱了 很轻松就成功了 那些能够创造奇迹的人 都是对这个成功的追寻 对这个事业 对这个梦想 有那种 我就是想要朝向我的成功 他终其一生都在追求成功 就能够创造奇迹 奇迹类型的人呢 是从没有钱的时候 就开始理财了 有钱没钱都在理财 你养成这个习惯 你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富裕的人 所以你是不是一个 有钱没钱都可以理财的人呢 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态度 等到你有很多钱 自然你的财富就会被增 好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 选四个同学 来看一下 这张牌叫做贵人 其实贵人牌 这种人 你天生啊 你就是散财童子 呵呵呵呵 你用在花钱上面的这种心力 比你去管理你的收支 还要用力 所以你有很多要花的钱 有没有 刚才应酬要花钱 嗯 众礼要花钱 呃 要花钱 跟朋友交流要花钱 呃 做生意要花钱 你就有很多很多 花钱的逻辑 花钱的地方 你怎么理财呢 选贵人牌的这种人 你们要意识到哦 你们一定要有一个安全的保险 什么叫安全的保险 这个钱花下去 会不会动摇你的国本 那个钱花下去 会不会影响你的生活的安全 这个很重要 你可以当散财童子 很多人都会喜欢你 人家也会把你当贵人 万一有一天 你钱花超过了 你有负债 你就不要抱怨 那些你散过财的人 居然不理你了 跟你划清界限了 甚至 那个人跟你借钱哦 你给他 你借给他 然后等你没钱的时候 你要跟他借钱 哦 他反而不借你 不理你 你不能怪人家 因为没有人叫你要做散财童子 所以这件事情是你们要好好的拿捏分寸的 散出去的财 就像泼出去的水 收不回来的 散财的分寸跟尺度 是你们要学习的 好 最后我们来解答 选一的同学 选一这张牌叫做土纳 土纳呢 它是一个这样的状况 你就是把钱都花光光了 甚至花到没有可以花了 那你有什么才可以理呢 没有啊 你无钱可理啊 现在啊 是你要把自己赚钱能力 赚钱的力量 好好的建构起来 就像有些人说 哦 我要去努力 我要去努力的时候 你身体不好 你怎么努力 当你身体健康 才可以去做很多努力啊 你的财务要健康 你才可以去理财 我会遇到一些朋友 他在没有能力的时候 还在想着理财 反而会为自己带来无穷的压力 诶我钱都不够了 我还要去付那些 定存啊 还是储蓄存款啊 反而招来压力 你会很痛苦 把这个体质呢 调整好 再来谈理财的观念 理财的方法 希望今天 红豆你为大家抽的幸福卡 可以为大家带来 理财的新观念 金钱的世界 你要把它管理到 过得很舒服 没有压力 我很安全 这些金钱的花度 花用 都是很安全的 加油 够够 钱 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好好的管理 你就会很幸福 拜拜